密集镇美国舰艇的最后防线 两秒点射将要花费7000美元 但已成为美国及其盟友舰船上最著名的防御武器 荷兰经过长达9年的谈判 终于决定购买4艘缩鱼级攻击核潜艇 来充实自家潜艇工业 总价值超27.24亿美元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近几个月美海军舰艇一直在红海执行护航任务 保护航运免受胡塞导弹无人机无人艇的袭击 其中的密集镇进防系统是简单有效性价比最高的防御武器 今年1月底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格列夫利航在红海航行时 就首次使用密集镇进防系统 近距离击落了一枚来袭的胡塞武装反舰巡航导弹 展现了军舰最后一道防线的威力 密集镇其实是一种独立的进程防御系统 拥有自己的搜索和跟踪雷达 以及用于目标搜索和作战的光电和红外摄像机 并可在手动自动模式下使用 配备的20毫米M61火神机炮 采用6管加特林外能源方式发射 可设置4500发每分钟和3000发每分钟的两种射速 用于拦截临近区域的空中和地面目标 如巡航导弹、无人机、无人艇等 该系统的弹鼓最多可以容纳1550枚炮弹 在经典的两秒点射中 若以4500发每分钟的高射速射击 可发射150发炮弹 持续射击20秒 如果是3000发每分钟的低射速射击 两秒点射可发射100枚炮弹 持续射击时间为31秒 如今该系统以广泛应用云美海军 以及20个以上盟国海军的各级水面作战舰艇上 型号也从最初的MK15Block0经过数次升级 演变为MK15Block1EA1B型号 加强了对超音速略海反舰导弹 和对小型水面目标与空中慢速目标的对抗能力 密集阵最初是为拦截反舰导弹而设计 因此为了避免过高的虚警率 它的目标指示系统会自动过滤那些飞得慢的低速目标 至于那些小型水面目标 初代密集阵系统虽有全靠操作手的记忆的手工模式 但那会儿美军舰队正处于冷战的远洋作战形态 近距离遭遇小型舰艇的几率实在不高 所以手动接战模式直接被砍 直至海湾战争爆发 开始面临伊朗小型快艇威胁后 美海军的舰艇才开始加装25机炮与0.5英寸机枪应对 只不过初体验的美海军无法摆脱舰艇在水面摇晃的影响 导致这两种依赖人力操作 且无稳定装置的武器命中率极差 只能起到吓唬的作用 为此美国海军在80年代 打算开发先进小口径机炮系统来解决这问题 与此同时美海军又发现了近爱环境中另一种潜在的威胁 即慢速轻型飞机与直升机 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它们很容易被舰载雷达系统忽略掉 从而遭到它们携带火箭 反舰导弹等武器的偷袭或自杀式攻击 为此海军另打算开发稳定武器平台系统来应对此威胁 后来美海军发现 这两个计划需求十分类似 就决定一起搞 经过结果评估得出结论 现有的密集阵只有轻微改良 就能满足AMCGS与SWPS的需求 不必另外发展新系统 于是就有了如今的密集阵Block EA一臂 EA版本的密集阵主要针对超音速略海反舰导弹的威胁 有两大改良 一个是以最新的HOL射控电脑 取代了原先运送能力有限的CDC射控电脑 后者会被飞于反舰导弹 或SSN-R日制导弹的终端不规则运动作绕乱 无法指挥机炮进行射击修正 而HOL射控电脑的处理能力几乎是CDC的100倍 不仅可有效追踪SSN-R这类 以超音速进行不规则闪避的略海飞行目标 也能持续追踪水面与慢速空中目标 此外EA版本对火炮本身涉及的稳定度 与弹灼散布密度有了大幅改良 原始版本的密集阵 是希望通过增加弹灼散布来增加拦截率 但分布太广的结果就是只有少量炮弹 命中了来急的超音速反舰导弹 其威力不足以进行有效拦截 而EA版本改良了密集阵的射控和雷达 提升了精准度 使其再不需要依靠弹灼散布来增加命中率 同时为了避免炮管在高速射击时发生晃动 EA版本还额外增设了炮管支架与附带的炮库来固定炮管 在1994年的测试中 EA版本的密集阵成功击落了超音速略海飞行 且进行高际闪避动作的邦达尔一阿霸击 被雷神公司公开宣称 这是全世界第一种成功拦截此类目标的激泡武器系统 EA版本的密集阵 针对的则是小型水面和低空慢速目标 当然企业对拦截超音速反舰能力进行了强化 对抗慢速目标不同于拦截反舰导弹 需要精确的抵我辨识 以免物机无辜 因此EA版本的密集阵在雷达罩左侧 额外加装一具英国皮尔肯顿公司的HDTI5RF红外线热影像系统 并在战情室内增设了一个手动操控台 使其追瞄小型高速目标的精确度和可靠度有了大幅提升 同时EB在火炮上也进行改良 不仅用上了MK244Mod0脱壳穿甲弹 还更换了新型OGB炮管 前者的尺寸与原先使用的MK149弹药相同 但是却换上了更强的装药 与改良的高密度乌合金弹头 弹心重量由MK149的70克增加至105克 总重则从100克增加至150克 加上脱壳射击提高的弹丸出速 使其命中目标时的功能直接相当于30毫米炮弹 GDOTS公司也承认 MK244能以更高的动能打击目标 且弹桌散布比MK149减少40% 射击精度更高 就是非用而昂贵 据美海军2025财年预算申请显示 MK244炮弹每枚成本为45.84美元 所以打光一个密集阵弹股 就要花费超7.1万美元 当然别看MK244弹药价格昂贵 但与动辄数百万美元的防控导弹 数亿美元的舰艇相比 还是要便宜很多的 据悉美海军将花费1700万美元 采购37.2万枚ELC弹药 同类型的美洛军密集阵CIM 弹药成本更贵 最常用的弹药 是由GDOTX公司生产的M940多用途弹药 据美洛军2025财年预算申请显示 每枚M940炮弹标价为80.7美元 这意味着CIM以4500发每分钟的射速 进行凉秒点射时 弹药成本将超过1.2万美元 打光一个弹股将花费12.5万美元 M940是一种带有乌合金弹尖的高爆燃烧弹 在飞行一段时间后 如果没有命中目标就会自毁 从而减少对友军和无辜民众的潜在危险 在空中自毁时 其会产生类似某种烟花绽放的效果 由此看来 最便宜的貌似是美空军战机上M61机炮 使用的20毫命炮弹 其通常比上述这些专业的弹药便宜 根据美国空军的预算申请文件显示 标配的PGU28AB半穿甲高爆燃烧弹 其采购成本约为每枚34美元 这意味着一架F15C装满940发弹股 弹药成本约为3.2美元 F16的511发弹股的弹药成本 也才超过1.7万美元 为了配合MK244弹药 更高的装药垫与发射出速 EB版本密集阵 换装了更坚固且更长的OGB炮管 该炮管长度由原先76倍镜 增加到99倍镜 理论上也达到了传统管弯型 火炮发射药动能的极限 此外 每根OGB炮管的重量 比原来的炮管增加一倍 达到17.2公斤 厚度与强度均有所增加 因此 炮管支架与炮箍也改用了新设计 让两者各自独立 不似EA版本的炮管支架 与炮箍是一体式的 与之相比 EB版本的新炮箍更长且更稳固 炮管支架的结构 也比EA更为复杂 整体性能而言 EB版本与早期密集阵相比 以OGB炮管发射50发ELC炮弹时 误差能从原来的1.2MID 明显降至0.8MID 可以在相同距离内 命中目标更多的炮弹 据悉 EB版本的密集阵 最初安装在了12艘 配偶MK92MOD6射控系统的 末期量产版派利机讯防舰 以及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 未来也将陆续换装在 美海军其他舰艇上 盟国的密集阵也将升级为EB版本 成为海军纵身防御概念的 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 密集阵是美海军舰艇 目前应对无人机 无人艇等非对称力量的 防御工具之一 据RFI网站3月15日报道 荷兰政府经过9年多的谈判后 最终选择了 法国海军集团生产的 缩鱼级攻击集合舰艇 批准了价值25亿欧元的投标书 目前只需荷兰议会投票通过 就可签署订单 如果一切都顺利 法国制造了四艘新核潜艇 预计在2034到2037年交付 其分别命名为 逆级鲸 箭鱼 缩鱼 和胡杀 经过9年 才定下的缩鱼级核潜艇 有什么特色呢 仅从该级核潜艇 本身性能而言 缩鱼级核潜艇 便采用了许多凯旋级战略核潜艇 和鱿鱼级潜艇的先进技术 与弗吉尼亚级一样 在最大航速 最大下潜深度等性能指标上 并不十分突出 远低于海狼级攻击核潜艇 和971型攻击核潜艇 但却在武器 指挥支援系统水平 隐身能力等方面十分优秀 缩鱼级核潜艇 是法国第二代攻击核潜艇 计划建造六艘 也取代现役的红宝石级潜艇 在首艘苏弗浩下水服役后 此舰级的正式名称 也被确定为苏弗级 舰体本身融合了 鲸鱼型和水滴型两种设计 拥有较好的流线型 能够进一步减少 水下潜航时的阻力 进而提高潜艇的水下潜航速度 其长宽比与弗吉尼亚级相同 为11比1 舰长99.5米 舰宽8.8米 水上和水下排水量 分别为4765吨和5300吨 与英国的特拉法尔加级 攻击核潜艇基本一样 但比美国弗吉尼亚级 和英国的机敏机要小 挺上官兵编制人数为60人 装备有一台改进型的 K15核反应堆 两套是MW推进电动机 以及两台应急电机 整体采用电力推进技术 和泵喷推进装置 水下最大航速为25节 其中泵喷推进装置 相对于传统的多叶螺旋桨 不仅能进一步优化潜艇航速 也能进一步减少潜航噪音 据悉 其噪音指数 已降至约100到105分贝左右 接近海洋自然背景噪音 再搭配上辐射的销声瓦 消除此特征 减少红外辐射 降低核辐射水平 减少艇外排放物等措施 使该潜艇拥有了 非常优秀的隐身效果 此外 该核潜艇还使用于 凯旋级战略核潜艇 相同的HLE-S100高强度钢材 作为耐压可体材料 抗压能力与美国弗吉尼亚级相当 使其最大前身达到了350米 自持力为50天左右 在武器系统上 该核潜艇武器舱 按ATEX标准进行设计 可容纳多种武器 在舰手部位 具有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可携带18到24枚 多种型号的鱼雷 水雷和前射导弹 如F-21黑鲨鱼雷 FG-29水雷 前射版斯卡普巡航导弹 SM-39Block-2前射型 飞鱼反舰导弹 以及美国生产的 MK-48鱼雷和巡航导弹等 同时该核潜艇还配备了 各式先进的电子和信息化设备 以及可搭载 包括8人特战队员输送艇 和D-19水下无人潜航器 等在内的装备 其具体性能 已经达到了当前 世界核潜艇领域的较高水平 如今 前两艘缩予级攻击核潜艇 Q-284和S-636已经服役 剩余4艘 预计将在2030年全部服役 成为法国未来水下作战的 重要力量 海上对抗永远是主旋律 美国加强了对非对战武器的防御 荷兰也进一步增强海上力量 大家对此还有哪些补充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技术 赶紧 渇 揹